要么无可取代,要么与众不同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蛇俱乐部 我是曹瑞,与你一起分享有态度的生活方式 我们之前介绍过爱马仕有名的鳄鱼皮 许多品牌都会选择鳄鱼皮作为原材料 但为什么偏偏爱马仕的鳄鱼皮包包动辄就要数十万元 甚至在2017年香港加世德的秋拍中 一只喜马拉雅鳄鱼皮钻石搭扣国金包 派出了259.57万人民币的天价 这还要从爱马仕对于皮革的选择聊起 物以稀为贵 由于鳄鱼的捕杀数量每年都有着严格的限制 使得鳄鱼皮本来就很稀有 就算人工进行养殖 鳄鱼好斗的特性也会不可避免的造成表皮的损伤 几乎无法人为保持皮革的完整性 因此一张完美的鳄鱼皮实在难得 但爱马仕的选皮标准极为严格 哪怕是轻微的蚊虫叮咬都不允许存在 要获得这种百分之百 完美的鳄鱼皮更是难上加难 除此之外 即便是符合标准的鳄鱼皮 也仍要与橡树皮一起买在地下8个月 期间内如果开裂也只能被舍弃 除了选材 由于鳄鱼皮表面有着坚硬的鳞片 比普通的皮革更加难以处理 在制作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使得鳞片开裂 整张皮全部报废 一名工匠从训练考核到实际缝制鳄鱼皮手带 中间需要经过好几年的培训练习 人工成本摆在这里 成本的价格自然不菲 爱马仕只采用鳄鱼腹部做包 做一只Burken需要两只鳄鱼的皮料 所以爱马仕包包中越大尺寸越难得 再加上每只鳄鱼的花纹 质地完全不同 所以每一个缝制出的鳄鱼皮包带 都是独一无二几尽完美的艺术品 要么无可取代 要么与众不同 欢迎订阅迷蛇俱乐部 明天见